名艳至极的姑娘们抬成一列像买卖牲口一样被客人挑选 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逃脱这样一个情谊王国 可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声音 一个姑娘肠胃不好放一个大臭屁 一个高贵的客人气得直接走人 看着上门的买卖被一个屁搞砸 老宝训斥了依然在不停放屁的姑娘 女孩被送去郊外的庄园履行她出业的服务 宣觉夫妇热情地欢迎了她 墨语更衣后夫人告诉她不要拘谨并且送给露西一个瓷娃娃 他们下午一起去林间打猎 宣觉耐心地教露西如何放弃 这时夫人没了踪影 她寻着夫人叫她名字的声音跑去 谁知这是他们夫妻俩的游戏故意捉弄她 露西害怕极了 她疯狂地奔跑 慌乱中她打死一只小鹿 晚餐宣觉嘲笑露西的胆怯 她提起露西没有姐姐夏洛特的大胆和脱辣 露西则反问宣觉今天怎么一只猎物都没有打到 夫妻两顿时被她逗笑 然而根本不知道是恶笑还是真笑的露西则更加过分地补刀 一个耳光打醒了露西 当夫人尴尬地爬起来时 露西再也不敢发声 宣觉黑着脸说该休息了 露西则战战兢兢 夫人提醒她 你会和一个羞辱过的男人过夜吗 她会把你收拾的四分五裂扶服贴贴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 露西依然无法脱离昨夜的恐惧 不仅如此 她还被勋爵退了回来 长期供养的好买卖就这样泡汤了 这天老乡好哈利的黑老婆慌张地来找玛格丽特 金主哈利突发心脏病 黑姑娘说丈夫快不行了 她临终前要见玛格丽特 当他们赶回去时 哈利刚刚离世 黑姑娘趴在哈利身上痛哭起来 她问玛格丽特自己该怎么办 原本她只是哈利的一个奴隶 可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哈利混蛋的儿子一直对她非常苛刻 玛格丽特让她马上找哈利的遗嘱 然而她只找到了自己的自由证明 上面却没有哈利的签字 玛格丽特拿起笔让她马上签上名字 就可以获得自由 可此时哈利的儿子却近来赶走了玛格丽特 晚上正当黑姑娘带着两个孩子 偷偷要离开家时 她被哈利的儿子拦住 她递给了已经签字的自由书给黑姑娘 让她离开庄园不要和自己抢父亲的遗产 可她却扣押了她的两个孩子 因为她要孩子们长大继续给农场做奴隶 两个孩子就这样被无情带走 老黑和姑娘们原本想先搬去苏和区的房子 然而街上突然冒出几个混混故意找茬 混混们差点强暴了姑娘们不说 老黑还被他们组团打得够惨 这一切的背后黑手是利迪亚和女传教士弗洛伦斯 利迪亚为了利用弗洛伦斯 免费给她和她的女儿提供了苏和区最贵的房子居住 就是为了她能帮自己扳倒玛格丽特 然而面对她这样的小把戏 利迪亚依然非常不满 她觉得就靠几个跳梁小丑的伎俩并不算什么能耐 回家后老黑指责玛格丽特不该有搬去妇人区的想法 玛格丽特却说如果不这样根本改变不了女儿和他们的命运 老黑一直保护着玛格丽特是她一生的指路明灯 在玛格丽特的坚持下 他们一起又来到了苏和区的希腊街 混混们依然半路拦住了他们 老黑毫无聚色一个个解决他们 姑娘们也绝不手软 抓头发抠眼睛咬肩膀全部上手 一阵骚乱后警察出面才赶走了拦路的混混 然而提着夜灯走入新房子的玛格丽特 却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恶臭味 她寻着臭味找去 原来是一个患花柳病死去的女士 地上爬满白色的尸虫 她知道这是利迪亚送给她的见面里 她和老黑偷偷瞒着姑娘们处理了尸体 玛格丽特拼命地擦洗着地板 然而尸体的血水已经深深进入木板 怎么擦都无法完全驱除味道 这时无家可归的黑姑娘来投奔玛格丽特 最终玛格丽特收留她做女徒 并答应给她和姑娘们一样多的薪水 以便她将来能攒些钱赎回自己的儿女 黑姑娘感激不已 供养夏洛特的霍华德的妻子前来查账 她看到夏洛特一个月的花费比自己一年都多 她不禁恼羞成怒 她开诚不公霍华德挥霍的 都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嫁状 夏洛特明确表示我可管不着她的财务状况 之后她对霍华德全盘拖出管家在暗中使坏 专门叫你夫人来限制你的开销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故意捉弄管家 霍华德让他帮自己拿着尿壶 他警告对方在多管闲事就把她赶到大街上 夏洛特终于解了心中的乐气 可刚刚在苏河区希腊街开门迎客的母亲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清晨女传教士弗洛伦斯就在门前叫嚣她们败坏社会风气 教导男人寻欢作乐 而那边的莉迪亚则在心中下了更大的一盘棋 她要彻底将玛格丽特置于死地